它可以悄无声息地打击敌方坦克 从问世以来被外界称为单兵巡航导弹 一旦大面积部署将可以取代传统的反坦克导弹 那么这个单兵巡航导弹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是自杀式无人机 今天就给各位老铁盘一盘目前已知的8款自杀式无人机 TOP8 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 弹簧刀是美国军工企业航空环境公司 研发的一款微型带弹药的无人机 重量仅2.5公斤 长度约60厘米 它可以被折截在一个形状类似迫击炮的发射器中 发射起来也极为简单 使用时将发射器展开 通过遥控器发射 整个过程仅需要几十秒 弹簧刀的最大飞行高度为4500米 最大飞行速度可以到每小时160公里 制空时间是不超过15分钟 最大航程在30公里以内 携带一枚小型弹头 威力相当于一枚40毫米的手榴弹 可以摧毁轻型装甲车辆和直升机等目标 内部配备有摄像机和GPS定位系统 摄像机用来识别目标跟踪目标 GPS则可以用来确定无人机的位置 并且弹簧刀的附带伤害较小 非常适合城市作战 可以说它是一款操作简单的单兵巡航导弹 TOP7 俄罗斯扎拉机部无人机 俄罗斯拉扎机部无人机又被称之为KUB-BLA 它的由来是俄罗斯2015到2018年 根据在叙利亚战场的作战经验 而研制的军用级无人机 驿展时1.21米 机身长度为0.95米 机身高度为16.5厘米 最多携带3公斤的爆炸物 飞行速度在每小时80到130公里之间 续航时间30分钟 最多可以在空中停留30分钟 并且能够在40公里的范围内击中目标 使用时需要在内部系统内设置目标信息 无人机从发射器发射后会悬停在空中 通过人工智能视觉识别技术 对目标进行实时的识别和分类 一旦确定目标 无人机就会从空中通过垂直轨迹 精确地撞向目标 它可以打击地面坦克装甲车辆 引爆炸药后可以轻松穿透 炮它 俄罗斯扎拉机部无人机 首次出现是在2019年2月 阿布扎比举行的国际防务展览会上 乌克兰军事中心在2020年3月 发出了一张小型飞机残骸的照片 根据外形信息推断呢 大概率就是俄罗斯的扎拉机部无人机 Top 6 土耳其的卡古2悬翼攻击无人机 卡古2是土耳其STM公司 在2019年生产的一款悬翼自杀式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的重量为15公斤 最大飞行速度可以到每小时150公里 可以安装1.5公斤的杀伤 温压或巨能战斗部 采用20架一组的风群作战模式 操作员可以在10公里以外对其进行人工控制 也可以自主编程航线飞行 内部配置有激光雷达和红外夜视仪 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来定位跟踪和识别目标 由于采用了悬翼结构 所以卡古2可以自主返回起飞点 实现了自杀式无人机的重复使用 卡古2的首次出现是在2019年的 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行动中 有消息称 这种武器在叙利亚战场上 对俄罗斯制造的 铠甲S1型炮弹核一防空系统威胁很大 Top5 以色列OBITER 1K无人机 OBITER 1K无人机是以色列研制的一款 全自动飞行的车载无人机 机身宽度为2.9米 最大起飞重量13公斤 内部可以携带3公斤的高爆炸药 具有非常高的续航能力 止空时间达到了2.5小时 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26公里 从发射平台发射之后 可以通过独立侦察一个区域 通过内部的GPS引导搜索目标 发现敌方目标后 采用直接撞击的方式打击目标 如果在任务期间没有搜索到目标 系统则会命令无人机返回基地 通过降落伞和安全气囊 安全着陆 由于采用了电力推动 所以有着非常小的雷达反射面积 防空雷达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它 这款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首次出现 是在2016年纳卡冲突中 阿塞半江军队在冲突中 使用了OBIT-1K无人机 导致缺少防空武器的亚美尼亚军队 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Top 4 剑翔无人机 剑翔无人机是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制的 新一代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反辐射型无人机 剑翔的首次出现是在2019年8月份的台北国际航空国防工业展上 一同亮相的还有发射车 发射车由4×4重卡车头加4轮卡车拖车 组成机动式发射系统 发射系统由12个集成式的发射箱组成 一次性发射数量很大 饱和攻击能力强 无人机内部搭载40匹马力的转子发动机 外观上采用圆柱形机身和三角翼布局 所以自剑翔无人机亮相以来 便饱受抄袭的质疑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剑翔机翼的后掠角度比哈比更大 而且相同作战需求通常会催生类似的外形 所以单凭外观就直言抄袭的言论还是不可取的 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剑翔 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美国 对反辐射导弹供应数量的限制 提升台湾的反雷达作战能力 剑翔无人机的首次出现 是在2019年8月份的 台北国际航空国防工业展上 TOP3 俄罗斯柳叶刀刺杀式无人机 柳叶刀是俄罗斯无人机企业 Color Arrow公司研制的一款自杀式无人机 最大起飞重量是12公斤 巡航速度为每小时110公里 在攻击目标时可以达到 每小时300公里的最高速度 具备长时间空中巡航的能力 可以拦截半径40公里以内的空中目标 内部配备了新型光学摄像机和夜视红外设备 用于监视和瞄准目标 采集的图像会被传输回地面控制台 既可以用于侦察 也可以用于清除地面目标 外形上采用了前后双X型尾翼 气动布局与常规的空空导弹类似 这也就是为什么柳叶刀的最高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300公里的原因 俄罗斯的柳叶刀本质上 其实就是一枚小型慢速便宜的巡航导弹 虽然性能很不错 非常先进 但是俄军想要大批量生产这款武器 难度也是相当的大 这是因为柳叶刀大部分的零件都只能通过进口而来 以色列哈比是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研制的一种杀伤型无人机 可以从卡车上发射 以色列哈比无人机最初的目的是对敌军雷达系统进行自主攻击的无人机 哈比无人机翼展是2.1米 机身整体长度2.06米 自重135公斤 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85公里 极限航程500公里 内部配备有反雷达感应器 最多可以携带32公斤的高爆弹头 如果哈比在飞行中收到敌军雷达的探测信号 就可以针对雷达系统自主发起攻击 因此也被称为雷达杀手空中女妖 哈比无人机的名字是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 英身女妖哈比 TOP1 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 哈洛普也被称为哈比2自杀无人机 也是李斯列研制的新型无人机 哈洛普翼展是3米 机身整体长度是2.5米 外形上不同于哈比 哈洛普的机头比较长 飞行阻力更小 飞行速度对照哈比也更快 达到每小时220公里 最大航程更是直接翻倍达到了1000公里 升空后持续飞行时间最多可以达6小时 携带一枚23公斤重的高爆战斗布 由车载发射器发射 发射装置既可以安装在移动车辆上 也可以通过海上舰船平台发射 一旦发现目标 哈洛普将会采用高速俯冲的方式来撞击目标 与目标同归预近 在操作员的控制下 哈洛普可以在中途改变打击目标 如果目标消失或者不易攻击 他还会及时地放弃攻击指令 再找机会 可以在恶劣天气下正常战斗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各位老铁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